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比这件事,虽然以百度的道歉算是告一段落,但百度上各种广告对用户搜索体验造成的不良影响,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在这篇文章中,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些在电脑和手机上,减少百度推广广告出现的方法,还你干净快捷的搜索体验。 电脑端,安装浏览器插件或油喉脚本,是一款专门用来屏蔽百度线上产品广告的浏览器插件。 支持Chrome,Firefox和Microsoft Edge,也同时适用于360,搜购,百度,UC等WebKit内核的国产浏览器。 以Chrome内力,你可以前往Chrome商店下载安装,或从GitHub上下载查件。 下载完毕后,打开Chrome的扩展程序页面,将CRX文件拖入该页面即可。 除了屏蔽百度搜索页面的广告,By the Redfinisher还能屏蔽百度其他线上产品页面的广告。 如果你正在使用Sabari浏览器,那么你可以使用油喉脚本来解决百度广告。 TempleMonkey是一款广为人知的Chrome拓展,能够通过安装脚本来实现各种网页功能。 此前少数派也针对它进行了详细的介绍,要使用油喉脚本。 首先前往TempleMonkey官网下的浏览器插件。 除了Safari之外,TempleMonkey还支持包括Chrome,Firefox在内大部分主流浏览器。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相应版本,安装插件后。 我们还需要下载所需的广告屏蔽脚本。 你可以前往GriffyFork来下载适用于百度的脚本,安装后就能实现屏蔽百度推广广告的效果。 一些可用的脚本iOS,使用eBlockerX eBlockerX之iOS上一款功能强大的内容拦截器。 少数派此前也曾经介绍过这款应用。 记住eBlockerX,我们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则。 方便的屏蔽百度搜索页面中的广告。 你可以在App Store下载eBlockerX下载后。 你需要先在设置中允许使用其功能。 在设置Safari内容拦截器页面,启用eBlockerX的选项即可。 之后,任选一个会产生较多广告的关键词进行搜索。 然后在分享页面中选择eBlockerX。 如,或是初次使用,需要先在更多中启用插件。 在随后的页面选择HideElement,以藏页面元素。 等待页面加载后,点击广告标题。 然后重复点击页面下方的Expand,直到选中区域覆盖整个广告区。 点击Five即可。 一般来说,百度搜索的广告在页面的上,中,下三个区域均会出现。 你可以在接下来的弹窗中选择HideAnotherElement,从而继续屏蔽其他区域的广告。 根据我自己的实践,以下四个规则,已经能够较好的实现屏蔽广告的效果。 你可以打开eBlockerX,在Rules Custom Hide Elements,页面点击右上角添加新规则,将下面的内容填入即可。 之后如果遇到未被屏蔽的广告,可以直接按照上文的步骤手动进行添加。 E.C.A.D. Results 2.C.C.C.E.C.R.E.S.I.T.E.M.G.E.C.N.E.W.R.E.C.Y.P.P.E.C.A.D. Results 2.C.C.E.C.R.E.S.I.T.E.M.G.E.C.N.E.W.R.E.C.Y.S.I.M.E.C.L.A.S.T.E.C.A.D.C.L.I.C.K.K.B.G.C.O.L.O.R.E.C.A.D. Results 3.C.E.C.A.D.S.I.T.E.M.E.C.N.E.W.R.E.C.Y.S.I.M.E.C.A.D.C.R.I.C.K.K.B.G.C.O.L.O.R.E.C.Y.S.A.D.E.C.Y.S.IN.E.C.A.D.C.Y.S.S.in.E.C.A.D.Results Android 使用簡單搜索或FIRUFOX 浏览器在Android上,由於個家廠商系統自帶的浏览器各不相同,目前沒有很好的單一插件。 能解决这个问题,不过前段时间,百度发布了简单搜索应用,号称搜索页面不会出现推广广告。 目前,简单搜索提供了iOS和Android版本,如果你平时习惯使用的自带浏览器无法屏蔽广告,可以尝试下再使用简单搜索。 除了使用简单搜索,由于Android版的Firefox支持安装浏览器插件,因此可以使用上面介绍的电脑端方法来解决百度广告的问题。 安装插件和由头脚本的方法与电脑端一致,安装完成后,在浏览器设置中找到附加主件,就可以管理和设置已经安装的插件。 以上就是在电脑端和手机端减少百度推广广告的方法总结,如果你还有更多的好办法,欢迎在评论区中和大家分享。